他是人民的名义败笔之一 一口感普尴尬及了人民的名义剧情 发展进入到尾声 收视率也越来越高 已经突破7 成为近十年国产剧收视之最 近来 关于此剧的讨论 网友除了关注李达康 侯亮平 高玉良等人 也把焦点放在了剧中 饰演静剑周刊的记者刘生身上 他的港普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网友纷纷表示 这一口港普 实在让人尴尬极了 一听发音就不对 还调侃称这部剧的败笔毛毛虫算 一个 这尴尬的港普也算一个 并向剧组提出疑问 就不能找一点普通话 稍微好一点的香港演员吗 据资料显示 饰演该角色的演员名叫李飞 是个江苏人张玄否认 第一张被拍到的人不是我 谢谢 否认了与陈思成美国约会仪式 范冰冰任第七十届夹 那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 三百六十娱乐训 日前 第七十届法国贾纳国际电影节宣布了主竞赛单元评委名单 中国演员范冰冰名列其中 他将与本届贾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西班牙 国宝级导演阿尔莫多瓦 以及韩国导演朴赞玉 美国演员威尔史密斯 意大利导演保罗索隆蒂诺等著名影人评委 一同评选出本届贾纳电影节主竞赛的各个重要奖项 贾纳电影节此次选择范冰冰位列主竞 赛单元评委一席 旨在看中其在电影界的突出成绩与表现 本届贾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阿尔莫多瓦 作为西班牙导演 对范冰冰凭我不是潘金莲 获得第六十四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影后 以及她在片中卓越的表现尤为关注 近年来 范冰冰在国内外影坛 不断受到专业认可 2004年 范冰冰出演第一部电影手机 获得百花甲影后 2007年 她以电影心中有鬼获得金马最佳 女配角奖 2007年 凭借电影苹果入围第五十七届博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 2010年 凭借电影《观音山》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后 2010年 范冰冰以电影日照重庆入围贾 那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首次参加贾那电影节 2011年 范冰冰担任第二十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 同年 其主演的电影登陆之日 录为了第六十二届博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 2016年 范冰冰品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获得第六十四届圣塞巴斯帝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成为继巩俐 张曼玉之后中国第三位 也是最年轻的双A影后 她还凭借该片斩获亚洲电影大奖影后 以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女演员荣誉 此外 范冰冰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彰显 她在今年年初以中国女演员的身份登上了时代周刊 Time 封面 并入选了时代周刊全球影响力百人榜 成为榜单中 唯一的中国女演员 此前 范冰冰连续三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榜首 连续两年入围福布斯全球女演员 最具商业价值排行榜前五 她积极投身公益 尤其发起的公益项目爱丽的新 以八个年头 成功就是242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有网友幽默地表示 巩俐当上了贾纳五十周年评委 张曼玉当上了贾纳六十周年评委 范冰冰当上了贾纳七十周年评委 中国的三个双A影后 都被夹纳承包了 张璇否认与陈思成美国约会 被拍到的人不是我网 亦娱乐四月二十六日报道 近日 据网友爆料 陈思成在美国一家餐厅 与此前卷入小三门的张璇一起吃饭 网友爆料的截图中 还称两人互相叫宝宝好不甜蜜 四月二十六日凌晨 张璇在微博回应传闻称 第一张被拍到的人不是我 谢谢 否认了与陈思成美国约会仪式